我們來到中山火居健康花城破源小區 去幫華僑客戶收樓 現在華僑部非常用心對待每一位校園 從客戶看樓、落訂、網簽、收樓、原樓 都是一條路 華僑部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無需客戶飛來飛去 口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國內收樓到底有甚麼不同 大灣區置業真的很吸引 但是這麼多中介公司 為甚麼好啊 想安心賣大灣區樓 當然是找V家 分店片部講究新界 由灣區房市審慧年年均 為每一位顧客提供定制化置業服務 設有V家管家王、V家裝修王 提供超多一條龍售後服務 還有合法匯款牌照 助你安心,跨境匯款 有V家就有安樂的家 6677-7865 Hello 大家好,我是V家阿昌 今集我們來到中山火具 健康花城鋪越這個小區 去幫華僑客戶收樓 華僑客戶幾個月前 通過V家買了這個小區 亦通過V家合法的回款牌照 將海外的資金轉給發展商 現在到了收樓這一步 我們V家華僑部 亦都是用心服務口每一位客戶的 大家看到我手頭上有公證書 這個是客戶看樓的時候 他知道自己沒有辦法過來 辦理網簽和收樓 延樓這個服務 提前我們幫他做了公證委託 委託了我 去幫這個客戶收樓延樓 在收樓延樓之前 我們進去收樓延樓之前 我們去了收樓部 去拿回我們之前網簽了的 一個網簽合同 網簽了就可以上網查到 這個業主的一個訊息 買到哪裡 買到哪一座 哪一戶 其實都是很安全 很公開透明的一個訊息 因為裏面有一條二維碼 是只有業主這個屋 獨一無二的二維碼 還有有一個密碼 輸進去就可以登陸政府這個網站 去查到這間屋的一個 具體的一個名勢 口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立刻進去看看 國內收樓到底有什麼不同 先讓大家說一下 我們國內收樓的步驟就是 先進去簽樓 然後就上去這屋樓去延樓 沒有問題再回來簽紙收樓 水田過戶 煤氣過戶 這個步驟 我們現在就實地去感受一下 我們現在進到小區裏面 今天就是集中交樓 集中交樓就會在一個露天 就擺一個比較多的收樓點 我們去問一下 看看在哪裏排隊 我會有公證書的 你們要收一份 你們要拿一份 那你要回覆人 不是 我有很多份 你可以拿一份酒 沒有問題 這個是排隊的號碼 現在有人 就直接安排上去 那是寫我的名字 還是寫業主的名字 我寫你的名字 寫一個代注 寫一個代注 代注 現在就可以上去檢驗那個樓 不是說要交一些什麼維修基金 是要檢驗再交 好 先看這間屋沒問題 好 麻煩你 好 這邊去 好 那我想問一下 你是屬於發展商的 對 對 對 我聽他們說這種話 但是我不會說 你不會說白話 對 對 對 但是我也聽 你可以講白話 但是我們上面 也有個鹽樓師在 沒事 沒事 他驗他的 然後我這邊會有一個相對應的 叫石頭上的維修 然後呢 現場維修不了的 我會現場記錄下來 就是你在延長幫我們記錄 到底有什麼要執修 對 對 對 然後您這邊的一個房屋保修 那些 您合同書們都有的 您假如說您後面收樓 入住這個問題的話 也是聯繫我們的管家去處理 嗯 好 明白 那就是說等一下 我們會有一個管家的聯繫方式 對 對 對 沒錯 OK 哇 花樣都整得不錯 哪房屋在樓上是吧 他已經在門口那裡 好 過來 這個就委託我們過來 對 因為我們幫他 對 這裡是一個老闆 從賣樓 收樓 收樓 到路上 我們看到這邊 都很多人在入住 這個小區入住 非常之高 那我們就上去看看 這個樓盤的一個交樓 質素如何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上來到 這個業主的單位了 首先來到這個儀式 是不是這樣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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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拉這個 看看我們這個收樓儀式 開門大吉 恭喜 我們可以開門 看看裡面的東西 好 這間就是大精裝修交樓標準 我身後就是我們V家的鹽樓師 待會我們又會有一個鹽樓的服務 去看看這個樓盤 到底交樓的時候 我們的質素是怎樣的 好的 我們慢慢來 其他相機 你會utable 等您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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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鹽樓過程中發現了 物業立即派師傅上來幫我們維修一些可以即場維修的東西 包括這些電線和粒痕 他也是可以即場維修的 不過這個是集中收樓才會有的 如果不是集中收樓的時間過來收樓的話 就要去排期 可能就等兩天或者三天 才會派師傅過來幫我們維修 現在是即場維修的 我們可以看到物業已經派師傅過來幫我們製造了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一個鹽樓師的檢驗 現在我們管家旺和鹽樓師會做一個總結 然後生成一個電子報告發給管理處和我們的業主 管理處其實已經在我們旁邊 他也同時記錄了這些情況 像這些補漆的話 基本上他一會就可以幫我們補回 都是一些細小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有些細小問題存在呢 因為他是集中去蒸裝修 是整棟樓去統一裝修的 這樣的話他肯定是多多少少會有少少問題存在的 我們現在的鹽樓師也很仔細地幫大家去檢驗這間屋 基本上大問題就沒有的 都是一些細小的問題 在我們鹽樓師總結這個報告給業主的同事 這個發展商的一個維修人員也都上來到 剛才就維修了電器 現在就在這裡維修我們的一個補漆 因為這些都是小問題 當日就可以派到師傅來幫我們補回這個色差 都是一個很細小的問題 但是當日就可以幫我們解決斗了 非常之方便快捷 好了 我們現在經過我們V家的鹽樓 就一個多小時一個鹽樓浮步 基本上就是排除了這個問題 我們見到我們V家的鹽樓師 是非常之用心去驗這層樓的 無論是這個單位也好 或者是其他單位也好 都是同樣的一個工序去驗這些樓的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發展商 它的一個修補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我們剛才可以見到電工和油漆工 已經是過來幫我們維修完的了 剩下的那些因為涉及這些材料的一個問題 它材料逗暴之後就立刻幫我們維修 都是一些細小的問題來的 大約是兩三個工作日就可以全屋執收完畢 這個就是國內收樓的一個具體情況 再跟大家說回我們現在華僑部 是非常用心去對待每一位客戶的 從客戶看樓、落訂、網簽、收樓、鹽樓 都是一條龍 那麼我們華僑部是擁有非常豐富的一個經驗 那麼無需客戶就飛來飛去 這樣的話會浪費這個客戶的一個時間 還有精力的 那麼我們是一條龍這樣 只要客戶會委託到我們華僑部 那麼我們華僑部就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流程 去展現給大家 去跟大家反饋這個意見 讓大家看到最真實的一面 那麼我們V交亦都是唯一一個擁有合法回款牌的公司 那麼大家無需擔心這些資金 如何在海外這裡回過來 那麼我們是有一個正規的一個回款牌照 是合法、合規的 那麼令到大家在大灣區置業是安心、安全、快捷 那麼國內現在收樓的一個流程就是這樣的 那麼我們先就是去簽證 因為是集中收樓嘛 那麼先簽證然後就會安排工作人員帶我們上來 那麼同時我們V家驗樓師 也都是一起上來去驗樓 那麼驗完樓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要回去簽證確認這個收樓情況 如果是有大問題的話我們可以不簽證 等它維修完畢之後 檢驗沒有問題之後我們再簽證都沒有問題 那麼現在驗收回這間屋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基本上都是已經是一些細小問題 但是都可以是即時或者是等一兩天就可以幫我們搞定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下去簽證確認這個收樓情況 那麼我們剛才就在樓下就已經是有工作人員 就叫我們去簽名去交樓的手續 那麼後期那些管理費就在業主的銀行卡那裡扣費的 那麼我們添加這個管家的微信之後呢 將這個銀行卡和這個證件發給這個管家 管家錄入之後就自動扣費了 每個月就是兩元九後五一方 這個小區而已 就是這個小區的 都是兩百多元而已 那麼在大陸買樓呢 除了每個月交一個管理費之外 就沒有其他費用的 那麼水電煤是用多少交多少的 所以生活成本是非常低的 亦都是這麼多港澳人士和海外華僑 他願意回來大陸這邊養樓住住的一個重點原因 因為生活成本低物價低 還有居住的環境是非常舒服的 那麼今天的流程就已經是嚴修完畢的了 那麼如果大家都想在大灣區看樓置業的話 記得聯繫我了 那麼我們是V加阿昌 那麼今集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